丙年夜 voyあえず 親家兄弟 主日平安 主日 我要感謝我們的師幫 每一次唱到天上歌的時候 我裡面歡喜快樂就出來了 我們裡面的靈就被上地提升了 這兩天我一直在看天 因為瓜哥馬騎烏雲了 要下雨了 特别是昨天 昨天上午的时候 昨天是圣诞节上午 我去Fremont 福乐的祥导会 帮忙做社区的义工 发食物给社区的朋友 地散的朋友们很着急 好几个人就不断的来问 说你们到底什么时候开始发食物啊 我说很着急了 已经在准备了 因为天散瓜分起乌云了 所以我就一直在祷告 这个是我昨天拍到的照片 当我看天的时候 我看到了乌云 但是动众让我看到了 乌云背后还有两光 感谢主 神的恩典真的够用 昨天发完食物的时候 才开始飘起了你 感谢赞美我们的主 祂从来不务实 祂的恩典也从来都够用 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 请大家一起低头来祷告 慈悲的天父 我们满心的感谢赞美你 谢谢你赐下了阳光 赐下了雨水 谢谢你赐给旺路有生命的气息 也赐给我们新的一年 今天是2021年最后一次主日礼拜 我们从弟兄姐妹来到你的圣殿中 来敬拜你 我们要将身心灵全然的奋献给你 也将接下来新的一年 完全两万交扣在神里的恩手之中 祈求你 看顾我们的需要 医治我们的疾病 保护我们脱离罪恶 也祈求你 指引我们走在单行的道路上 不偏准用 让我们做弟兄姐妹 更加可目你的话语 更加顺服你的营道 让我们的属灵生命 更加的茁壮成长 我们将教会的每一位弟兄姐妹 我们中间的家庭 我们的父母 我们的孩子 我们的青少年 都交扣养乱在神里的恩手当中 祈求你 使我们中间的夫妻 在婚姻家庭生活里面 可以更加的 彼此相爱 彼此不适 我们也祈求你 使我们中间的长者 身体健康 灵力兴盛 我们中间身体 若有疾病的 可求你 大能的医治 领导他们 安慰他们 使他们日子如何 力量也如何 所以我们也求你 带领养育我们的孩子们 使他们的身体和智慧 一起成长 蒙神的喜悦 得人的喜爱 所以我们求你 使我们中间的年轻人 在职场上 更加有贡献 他们的财杆 可以更好地来施长 不论是在工作中 还是在学习生活中 我们祈求你 帮助我们 能够活出耶稣基督的样式 来荣耀你的名 主啊 在迈向新年的道路上 或许 我们会遇到阴天 我们会遇到高山低谷 或许 有喜乐 也有爱上 主我们恳求你的爱 你的手来牵领着我们 走过每一步 每一个台阶 每一个脚印 主啊 恳求你赐给我们 够用的恩典 让我们走向一个 更加有盼望的未来 亲爱的主 现在我们来了 我们来到你的 施恩宝座前 将一切的忧虑 重担 都献给你 求你赐下你 广惠的话语 犹如星光 照亮我们 里面 心灵的眼睛 指引我们前面的道路 主啊 求你用你的话语 来改变我们的生命 来坚定我们的信心 让我们更加 欢喜 来敬拜你 更加精进的来跟随你 求主赐福我们以下 敬拜和聚会的时间 将一切的顺赞 荣耀 感谢和赞礼 都归礼你 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祈求 阿们 弟兄姐妹 今天是非常的感恩 也非常的兴奋 感谢上帝再次 把这种弟兄姐妹 带到圣殿里面 我们可以有 in person的敬拜 今年虽然还是 在疫情的当中 但是对比去年 我们今年可以有 in person的敬拜 真是感到 倍感珍惜 在这一个充满着喜庆 充满着欢乐 充满着笑声的日子 我们一起 对彼此来说一句 祝大家 圣诞快乐 新年 门恩 那我请大家看这张照片 这张图片 我觉得它很特别 一边代表着 2021年是过去 一边代表着 2022年是未来 一边是绿色的圣诞树 代表的是西方的文化 一边呢 炮竹 灯笼 还有中国节 代表的是 东方的文化 不论是犹太人 西方人 还是东方人 都在庆祝 圣诞节 都在纪念主 耶稣的降生 因为他 不仅是犹太人 不仅是西方人 不仅是东方人 主 他是全人类的救主 所以到处都养溺着 非常朦胧的 节日的气氛 那圣诞节还没过完 在早期的教会 通常过圣诞节 会过几天 你们知道吗 中国人过春节过几天 过三十天 你不过去 十五天 通常过到典宵 早期教会 过圣诞节 通常会过十二天 所以今年我们的 代降节的领修 我们的领修主 其执事 其执事粮 已经发完了过去的 这一个代降节的领修 接下来他们继续 还会发十二天的 圣诞节领修 感觉这个节日 一直没有过完 那我们又很快 马上就迎来了新年 那今天呢 也是2021年 最后一次主日礼拜 我们来到神的面前 来回顾2021 总结2021 我们也祈求上帝 赐福给新的一年 带领我们在新年的脚步 对于迎面而来的 这个2022年 相信我们每个人的心中 都充满着不同的期待 和盼望 虽然我们不知道 环境会发生如何的变化 就像两年前 2019年的圣诞节的时候 我们不知道 2022年 2021年会什么过 那有人开了个玩笑说 2022年呢 按照英文的读法 是2020年再来一次 吞哧吞哧吐 吞哧吞哧吐 是不是 20年再来一次呢 我想不会的 2020年的经历 实在是太深刻了 也太独特了 那虽然 未来有很多的不确定性 充满着未知 充满着挑战 难免使人会迷茫 但同时 未来也是充满着 新的机会 充满着 新的盼望 作为上帝的儿女 我们 虽然不知道明天会怎么样 但是感谢主 我们确信一点 就是 我们的神 祂掌管明天 祂掌管的人类历史的未来 所以神的儿女是有福的 因为不论环境怎么变 明天怎么变 我们都可以凭着 对上帝的信心 来到祂的面前 寻求祂的引导 走在一条 和神心意 走在一条 等圣的道路上 像我们刚才读的经文 东方的几位博士 他们被称为博士 意思就是 责任 有智慧的人 我相信他们 不仅仅是有属地的 自然方面 科学方面的一些知识 他们更有属天的智慧 他们是外邦人 但是他们相信 犹太人 关于米赛亚的预言 而且他们确信 这个关于米赛亚的预言 不仅仅 只是关乎犹太人 也关乎全人类 对他们个人来讲 是关乎他们生命 非常重要的一件事 所以当上帝 赐给他们亮光 就是一颗很明亮的心 指引他们的时候 他们是千里条条 众里寻他千百度啊 不惜代价 一直追寻 直到他们找到了主耶稣 来敬拜主 他们这样子 最终能遇见米赛亚 最终能得到 那个上等的礼物 最大最重要的礼物 是什么 耶稣自己 而且 是全人类最美好的 一个盼望的未来 不就正向 他们这样一路寻求的历程 不就正向 每一个基督徒的信仰之旅吗 在我们人生的道路上 在我们基督徒信仰的道路上 不就是像他们这样 是天路的历程吗 所以今天 我会从一个很特别的角度 从东方博士的身上 来看如何以信心 迎接未来 我会分两个方面来分享 第一 未来是一条未知的道路 第二 未来是一条信心的道路 东方博士寻到耶稣的过程 是一条未知的道路 当他们从东方出发的时候 他们不知道终点在哪里 也不知道需要多久 才能到达目的地 更无法预测 如果这个路上会发生什么危险 在那个时候的年代 没有火车 没有汽车 没有飞机 我们看到了圣诞节的舞台剧 我们看到了圣诞节的卡片 图片 视频里面 当你看到东方博士的时候 看到科兴的时候 通常我们还会看到一种动物 我们刚才看到了吗 骆驼 骆驼是当时的交通工具 我就在想 骆驼不是在沙漠里吗 他们从东方 遇到耶稣 可能会经过沙漠 可能会遇到风暴 可能也需要经过江河湖海 生灵冰窗 会遇到柴南古报 或者是盗贼 在我们刚才读的经文 马太平第二章的九到十一节 我们看一下 这里有一个词出现了三遍 他们听见完的话去了 看见那心 忽然在他们前头行 就执行到小孩子的地方 我们再往下看 他们进了屋 看见那个小孩子 而他母亲玛利亚就腐腐败那小孩子 这里我们看到 当他们从起行去寻找 米塞亚 到他们见到耶稣的时候 已经是一个小孩子了 那接下来我们从 马太平二章的十六节 还有一节经文 这节经文是这么说 西律见自己 被博士愚弄 就发怒 然后他就猜人将博利产 境内所有的男孩 照着向博士 仔细查询的时候 防两岁以内的都杀尽了 仔细查询的时候 两岁以内 所以可能这些东方的博士 大概走了两年 或者一年多 走了很长的时间 他们这样不畏残服罚士的艰辛 他们胜过各种环境的险恶 来到犹太人的首都耶路撒冷的时候 哇 是不是大功快告成了 没有 他们怯入了一个困境 刚才我们有读到 那一颗引导他们的心心 看他之间 不见了 不见了 没有方向了 怎么找吗 是不是耶路撒冷 就是他们要找群的终点 我们知道不是 因为在马太福音 第二章第一节 那里有记载 一段经文这么说的 在西律王的时候 耶稣他身在哪里 伯利亨 伯利亨是一个非常小的村庄 在耶路撒冷以南 就是图片你们看到的 有一个红色圈 放围内 靠南的那个点叫伯利亨 他和耶路撒冷大概就八公里左右 今日说到伯利亨 大家非常的熟悉 他很出名吗 因为耶稣出生在那里 但是在当时 他是所有城里面最小的 最起厌的人想到 就连这有智慧的东方博士 也没想到耶稣 全能类的米赛亚救主 竟然会出现在这么一个小地方 或许这些博士来到了耶路撒冷以后 要找王啊 开始可能在民间 在路边到处打听 最后面找不找 找到了哪里 当时的犹太人 在西律所住的宫殿里面 那这下他们调进了一个 非常巨大的威胁和陷阱之中 眼看性命甚至遭不保习 为什么呢 因为当时管理犹太人的这个西律王 是一个非常常暴无度的军王 他能担上西律王 是用不法的手段担上 所以他自己内心非常的害怕 他很怕他的王位保不住 他曾经很多 他娶了很多的太太 有很多的儿子 他杀了他的好几个儿子 原因就是怀疑某一个儿子 要谋权创位 他不仅杀了儿子 他甚至杀了他的 被他怀疑要谋权创位的儿子的妈 甚至是他的外婆都杀 他是非常常暴无度的一位军王 那现在东方国是竟然说 还有一个王 而且这个王是生下来就要做犹太人的王 他出生了 那这可了得 这个简直太可怕了 全城的人 这个时候人心惶惶 我们看到在马太福音的第二章第三节 全城的人 全城的人都不安 当东方国是在耶路撒冷城到处询问的时候 忽然间所有的从西日晚到百姓 都忽然间明白了 明白了什么呢 他们在找谁呢 上周我们的刚刚师有讲到 有一婴孩为你们而生 正确要当在他的肩膀上 我请问弟兄姐妹 有没有哪一个人 他一生下来 就消责完了 没有啊 就算他是生在某一个皇室的家族里面 可能有几个孩子 还不知道选哪一个当贵来的继承人 对不对 所以其实犹太人一听到这个消息 他们就明白了 那个生下来 生下来就是完了 那个人子的就是 弥赛亚 全城等等都不安 不相信他们已经秀到了那一个杀戮 就要改天了 有两个王 那谁是王 有两个王意味着什么 战争 意味着牺牲游穴 可能也意味着 他们自己的生活 忽然间要处于一种安定的状态 陷入一个非常可怕的政治的波动里面 这个时候他们都非常的不安 那新王怎么办呢 按照他的品性 轨迹多端 这个时候 他就暗逼不动 找来了文士跟纪师长 就是那些非常非常熟悉 犹太人的圣经 熟悉 所有先知越言的那些人 就问他们 到底这个弥赛亚要生在哪里 那这群人就告诉他们 他们是出生在伯利恒 这个时候 新王偷偷的就招来这几个博士 然后跟他们说 给他们设了个陷阱 让他们去寻找这个弥赛亚 博士怎么办 逃吗 这么可怕 你看全城的人都不安 我相信博士可能也会嗅到一些 氛围的恐怖和不对劲 在新王打开沙界之前 怎么办 如果你是东方博士 会不会想找个机会 逃跑好了 那逃跑跑去哪里呢 哇 这个时候我可能会想 呀 关键时候 关键时候 那一刻引导我们的心心去哪里了 为什么偏偏这个时候 不见了 是我们跟错了吗 是我们走错路了吗 上帝啊 你还在不在 你管不管我们了 我们就这样 坐以待毙吗 前空进行吗 我想这个时候 东方博士他们的心中 可能是充满了各种不安 焦虑 恐惧 迷茫 失望 弟兄姐妹 我们是不是也曾经走过这样的路 就像东方博士在寻找主耶稣的 这样的历程 充满了未知 充满了取责 虽然他们有一个确信 神给他们启示 弥赛亚出生了 他们有一个目标 有一个盼望 可是不知道什么原因 走着走着 星星不见了 走着走着 就陷入了这么危险的困境 也看不到出路啊 仿佛于是了方向 虽然他们明明来到了 上帝的 他们明明得到来自上帝的这个启示 可是这不代表 他们一路是一防分顺 对不对 刚才我们讲了 他一路一两个小时 一两年这样走过来 他们充满了各种艰辛 当我们回顾2020年的时候 是不是在我们的生活中 也有些事情 可能让我们的身体 我们的心灵 感到疲惫不堪 或者是迷茫失望 是不是有些事情 让我们也甚至开始在怀疑 上帝是不是还在看护着我们 保护着我们 我们所走的路 是不是有我们上帝的引导呢 信心不见了 我走的 是不是神引导的路 这个时候怎么办 弟兄弟们 我想跟大家分享 我这些年的一个见证 我以前跟大家在团期分享过 我个人的家乡是在 不见得下门 我是在2012年十年前 祷告到心中有确讯清楚明白 上帝的呼召和带领以后 我辞去了在厦门的工作 当时是在一家管理咨询 晚间系统公司工作 那我就来到了北美的神学院 去学习我的到学硕士的学位 那那个时候 我的心中特别的高兴 因为我是持续 大概祷告了五年以后 才明白了神的心意 神的代理 那我当时也在神的念前说 我愿意 如果上帝你要使用我 我愿意奉献做闯道 无论有这个确讯 我才敢跨出那一步 不然我之前是非常犹豫的 然后感谢主 我就这么样 一个人难道的硅谷 那个时候也没有朋友 也不知道未来会怎么样 不过我想神 祂既然呼召我 祂一定会负责到你 不是吗 到了硅谷以后 我就像所有的新移民 留学生 我就开始经历到 各种环境的挑战跟压力 就比如语言啊 生活起居各方面的 还不怎么适应 然后有一件事情 原来我以为 我辞职了 到了神学院 可以比以前工作的时候 有更多的时间来灵修 来打钢 可是事与于为 事实恰恰相反 我那时候发现 我连灵修的时间都没有 打钢的时间也很少 因为要赶作业 平时要赶功课 在教会上 参与服事等等等等 更糟的是 我的祷告 仿佛上帝 也不怎么回应 有点像 那个星星不见了 神也仿佛就隐藏了 然后就到我等 我们说祷告 神通常会有三种回应 一种会告诉你 好 yes 一种不要拒绝 no 那最难的 我觉得我最难的 就是那个让你等 还不知道什么情况 你就等吧 就仿佛那颗星星不见了 到了我神学院 快毕业的那一年 是2016年了 也看不到毕业了 就想 那这个时候 神啊 你总该回来我的祷告 我的祷告只有一个 就是 除了毕业后 你要带我去哪里服侍 而且在2016年的 四月 我就做了个决定 离开了 我在古神学院 四年期间 去服侍 去做实习的教会 就是原来我们的 旧金山长药会 本领的教会 这个时候我就非常的迷茫 非常的焦虑 不过感谢主 就在我毕业前的最后一门课 是在2016年的第一个季度上的 在那门课堂上 我就遇到了一个人 那个人 那个人是神学院那一年新来的学生 他是二月以后入学的 那个人的名字叫江圣潮 后来他就成为了我的先生 那接下来 我就留在了硅谷 然后继续陪伴他 完成他的神学院的学业 那这样 至少在短期内 我就知道神给我的带领 包括我在服侍上的带领 我当时有在神学院 边有在教书 那感谢神 那江圣潮后来 收到邀请去Fremont 服侍 那我就协助他 在Fremont做博语的服侍 更奇妙更感恩的是 这个事情常常在变 我以为我就在那边服侍了 大概到疫情爆发 2020年的年初以后 然后我又有机会 通过缓络的礼拜 来回到了 奔根我们的教会 其实这个过程是有很多 看起来并不是很顺利 好像是走了又来又 曲曲折折的 但是 这不正就是我们 信仰的寻求的道路吗 有时候当我回想 走过了这些年的路 也回想各种高低起伏 就反而 让我更经历到 上帝的那种带领 他的统在 以及他的恩典 更显明 他的恩典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们人生的道路 常常也是这样子 就像东方人博士 他们在寻找耶稣的过程 是一条为你知的道路 即便有了上帝的呼召 有了上帝的指引 有了上帝的看护和保护 也同时会充满了来自环境 来自人际关系的各种压力 各种挑战 基督徒的家里 马头会不会坏 教堂教会屋顶 会不会有雨 都会了 上帝带领我们走的路 并不一定从一开始 就像一个GPS导航一样 你输入起点 然后你还知道终点 然后你输入以后 一步两步 地图就展开了 神带领我们的路 常常都是这样 往往是 当我们凭着信心 跨出去一步以后 神才会让我们知道 下一步 怎么走 上帝没有允许我们 跟随祂的这一路上 会天色蝉蝉 花香蝉蝉 但祂却允许我们一件事情 祂允许我们一个词 一个我们圣诞节 最经常讲的一个词 以马内灵 祂要跟我们能在 在马太福音第一章 当天使跟玛利亚显现的时候 就告诉他 二十三节说 必有同女 怀孕生子 能要称她的名为 以马内灵 翻出来的意思就是 神与我们同在 上帝应许我们 祂甚至道成肉身 来到我们的中间 是因为祂的爱 不愿意离开我们 祂要做我们人生的 那一个陪伴的 那一个引导 祂的名字 就叫以马内灵 不论我们遇到的是 道上帝国 祂用我们同在 祂给我们力量 那我就想起 有一个非常美的一首 英文的诗 这首诗大概是在 上个世纪三十年代 流传到现在 题目叫 Footprint in the sand 就是沙滩上的脚印 这个诗人 他怎么写的呢 这首诗 他说 有一天的晚上 我做了一个梦 梦见自己在沙滩上 与主漫步 天空中开始展现出 我生活中的一幕幕情景 我注意到 每一幕的景象里面 沙滩上都会留下脚印 有时候是两行脚印 有时候是一行 令我烦恼的是 我留意到了这件事情 有一件事情 在我的生命旅途中 在我的生命陷入低潮 可能是我遭受痛苦 悲伤或者失败的时候 我发现这个时候 沙滩上 往往 紧紧 有一喊脚印 我就想不通 我就问主 说主啊 你不是曾经应许我吗 你说当我跟从你的时候 你将永远与我同在 与我同行 但是为什么主啊 当你看在我最困难的时候 为什么只有一个脚印 你在哪里 在我最需要你的时候 你没有跟我在一起吗 主就跟他说 当你看到那一喊的脚印的时候 那个时候 我正在背着你 the times when you have seen only one set of grief is when I carry you 亲爱的弟兄姐妹 你知道吗 我们的主 是如此的深爱着我们 他愿意背负我们一切的重大 背着我们走过一切的困难 你对我们的主 有这样的信心吗 你完全相信他 是如此的爱你 爱到为你什么吗 他的爱 足够带你信任吗 你完全相信他的全能吗 他的能力 他是创造宇宙的主 他足以解决 人生一切的来临吗 信心可以带领我们 度过黑夜 让我们看见 前面道路上的亮光和希望 我们的主耶稣 他不仅是犹太人的王 更是全能力的救主 是世界的光 我记得在代将节 最后一个礼拜 我们邀请的是江长老夫妻 点燃了我们代将节的蜡烛 最后一个蜡烛 是一个白色的蜡烛 称为耶稣基督世界的光 你对我们的主 有这样的信心吗 东方博士寻找耶稣的这个过程 不仅是一条未知的道路 他也是一条信心的道路 这是我接下来要跟大家分享的第二点 凭着对上帝的信心 东方博士 他虽然不是犹太人 但是他们因为相信先知的预言 虽然他们不知道 米赛亚会在哪里出生 但他们有勇气 愿意迈出去 跟随上帝指引的那一步 这不就像当年 上帝呼召亚伯拉罕吗 亚伯拉罕被称为信心之父 或许我们跟亚伯拉罕不一样 我们也不是犹太人 我们可能也没有 像亚伯拉罕有很多的嘉宾 家台望光 但是上帝在我们身上寻找的 是如同亚伯拉罕 身上那样的信心 在西伯来书11章第8节 这里经文告诉我们 亚伯拉罕他的信心表现在 他因着信 门招的时候就遵命出去 往将来的德伟业的地方去 出去的时候 还不知道往哪里去 凭着对上帝的信心 他就这样 不知道去哪里 他就跨出了这一步 凭着对上帝的信心 在耶路撒冷城 都合成不安的时候 然后东方博士 他们也是选择了顺服环境的引导 那像我们读的 在马太福音第二章第九节 那里有一句话说 东方博士听见王的话就去了 他们没有逃跑也没有放弃 而是继续前往去寻找耶稣 对环境的顺服就显明了他们对上帝的信心 他们深深的相信 为什么 他们深深的相信上帝掌管一切的环境 不论这个环境好或不好 多么的不如人意 多么的令人绝望 他们深深的相信上帝绝对不会错 任何事情的发生都有上帝的应许 那正如耶稣曾经在马太福音第十章教导 门徒说 若是你们的父不允许 一个也不能掉在地上 就是你们的头发也都被戏数过的 如果没有天赋的允许 任何一件不好的事情 都不会领到我们的身上 凭着对上帝的信心 东方博士度过了最迷茫 最绝望最危机的时刻 经历到上帝奇妙的待遇 尽管那个信心不见了 但是即便在没有星光的黑夜 上帝的宝贝一道 也没有离开他呢 不是吗 上帝就借着西利亚的诡计 使东方博士 获得了米赛亚出生的精准的地点 是在伯利恒 最终就找到了主耶稣 抚扶敬拜主 向我们的主献上黄金 乳香和墨药 这个时候 其实他们的危险并没有解除 因为西利亚告诉他们 你找到耶稣后 肯定会来报给我 我也想我好去拜他 其实他不是要去拜他 我们知道 感谢主 神就圣灵就在梦中 就启示博士 让他们从别的路 就回他们的家乡去了 就没有去找那个徐徐云 就避开了这个陷阱 他们就安全地回到了他们的家乡 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们今天很快地就看完了东方博士 寻找米赛亚主耶稣的这段历程 它是一条未知的道路 是一条信心的道路 是对上帝的信心 带领他们一路走来 是对上帝的信心 带领他们找到的主耶稣 是对上帝的信心 带领他们安全地返回地上的家乡 而且这不是终点 找到主耶稣 敬拜主耶稣 这只是天路这一个历程的开始 对上帝的信心 终有一天还要带领他们回到天上 那一个更美的永恒的家乡 在刚讲文读的西伯来书十一章八到十节 这里告诉我们 亚伯拉罕音的信 门昭的时候就遵命出去 往将来到德文业的地方去 出去的时候 还不知道往哪里去 他音的信 就在所应许之地 做客 好像在异地居住藏盆 与那同能一个应许的以撒亚哥一样 因为他等候那座有根基的城 就是神所经营所见到的 就像当年亚伯拉罕 门昭走天路 他一生所努力的方向 不是在地上的 因为地上是保障的 亚伯拉罕所盼望的 他所等候的最终的终点 乃是在天上的 在天上 我们要唱一首很美的喜乐的歌 那是天上所能永恒的家乡 这也是全世界 每一个基督徒的盼望 这个圣诞节 你得着主耶稣了吗 你也让主耶稣得着你了吗 你遇见主耶稣了吗 我们的里面 是不是已经有了永恒 救恩的盼望 如果有 求主帮助我们 在现今的世代 在主再来之前 好好预备自己 以一个永恒的价值观 来积极的面对 我们现在 我们明年 我们的未来 将会遇到的各种环境 带来的动荡 不安 不确定 挑战压力 让我们能够活出一个更有盼望 更有上帝的带领 更有上帝恩典的一年 新的一年 不论我们的过去 是遭受了多少的忧伤失败 或者是成功喜乐 它都过去了 不论我们的前面道路如何 那弟兄姐妹 我们带着一颗 对主的信心 欢喜快乐的前行 今天我的分享就到这里 我们一起来祷告 慈悲爱我的天父 我们再次向你献上 感谢与赞美 谢谢你赦免我们的罪 赐下爱子耶稣基督 做我们永远的救赎 将永恒的生命赐给我们 也求主继续带领我们 牵着我们的手 虽然环境里面 有很多不确定的因素 有很多的未知 但是主啊 让我们在你的话语里面 更加可恶你 更加愿意顺服你的引导 更加坚定我们的信心 在你一年活出一个 更有盼望 更有见证 更有恩典的一年 将一切的荣耀归给你 供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愿耶稣基督的恩惠 天父上帝的慈爱 圣灵宝贵师的挽动与沟通 常与我们众弟兄姐妹同在 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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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